令吉走势与政治相钩 道夫环球表示 如果是政治再度动荡 令吉对美元可能跌到无水平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道夫环球投资估稳公司 亚太固定收益主管黄庆祥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指出 如果马来西亚陷入新的政治动荡 令吉将面临跌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风险 他认为这将导致令吉对1美元 可能会短暂下跌5令吉的水平 届时可能需要国家银行出手支撑 他表示如果突然出现暂时的问号 或对大马政治稳定失去信心 那么可能会看到投资者外流 而令吉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SPI资产管理董事经理史蒂芬则表示 这个星期的美联储会议对于美元的短期表现非常重要 而会议之前令吉将会保持稳定 我们来换个焦点 木头姐凯西五的目前正在逢低买入特斯拉股票 同时也无视华尔街下调该股的预期 1月份这位基金经理通过其方舟投资管理的两支ETF 买入了接近69万股的特斯拉股票 木头姐长期以来一直看好特斯拉 但在这一轮买入之前 大体上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买出该股 今年迄今特斯拉已经下跌25% 因为汽车行业警告 电动汽车需求下降 华尔街分析师也下调了对该股的预期 我们来换个焦点 恒大汽车与恒大物业在星期二恢复交易后大幅波动 显示市场对中国恒大被香港法官下达轻盘令的后续影响 尚未形成一致预期 恒大汽车盘出抹去接近13%的跌幅后 一度上涨接近14% 随后再度转跌 恒大物业抹去跌幅后一度上涨接近9% 这两支港股目前最新价格都不足一港元 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复排前都在公告中表示 除了控股股东 中国恒大被香港高等法院颁发清盘 不存在需要公布的其他内幕消息 当然 中国恒大如今依然继续停牌 彭博经济研究认为 目前还不清楚清盘令将如何在中国大陆执行 但国内市场投资者和潜在购房者的信心 将受到进一步打击 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先进入一段股市快报 随后继续为大家跟进三支股项 有的是双微惨托 郑德和杨中李典礼 双微惨托 有幸驱以2亿1500万令吉 购买吉隆坡买家了163零售购物区 可纳格投行研究表示 在这个优越的地点能以这个价格完成收购 整体价格相对合理 加上比起过去十年临近的购物中心相比 价格只是溢价8%左右 另外这次收购预计能带来6.5%的回酬 意味着将为该产托带来额外1400万令吉的净利 而这也将提高2024财年净利约4% 在等待该产托公布全年净利预测之前 行家继续维持净利预测 超越大市评级目标价1令吉63仙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股项 如果剔除170万令吉的外汇收入 和300万令吉的投资进账面收入 郑德2024财年首级核心净利为 1670万令吉 按年下跌30% 虽然公司首级业绩表现疲软 但这依然符合预期 分别占行家和市场全年盈利预测的26%和25% 另外郑德和印尼方成立的联营企业 所经营的种植园 依然受到邻近的村庄扰乱影响 严重影响即在当地的中油收割活动 目前依然等待批准才能展开收割 行家维持综合平级 但考虑到2025财年的估值 于是将目标价从7令吉70线上调到7令吉70% 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大马投行研究积极看待 杨中里电力获准在新加坡建设600兆瓦 循环燃气轮迹发电厂 因为这能带动尽力永续增长 目前子公司杨中里希拉雅能源 在新加坡拥有3100兆瓦的许可发电容量 而新的发电厂能将发电容量提升19% 达到3700兆瓦 尽管如此 行家并未将新发电厂的贡献纳入尽力预测 因为该厂要到2027年秒才完工 届时预计才会带动2028财年的表现 行家维持买入平级目标价5令吉事先